大家好 我是深坑區 深高里里長李傳政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大興店地方新聞 你好 歡迎收看10月9號的大興店地方新聞 我是張芳琪 馬上帶你來掌握今天的新聞重點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協助爭取災情勘查車 為興店消防分隊帶來新助力 防災宣導工作可以更順利 一年一度的深坑多福宴 日前在老街熱鬧登場 這次再創紀錄5分多中50桌搶定一空 新北市議員劉澤章10月13號 與更新醫院安康院區合作舉辦健康促進活動 歡迎民眾參加 烏來觀光發展協會推出烏來好湯旅遊精系列活動 規劃了令人療癒的旅遊行程 今天的新聞一點通邀請到新北市議員陳永福 待會就一起來聽聽看她常年來為您服務的成果 為了強化防宣動能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已建一款85萬元 為興店消防分隊爭取添購了一台災情勘查車 議員廖小青表示 防災宣導需要到處趴趴走 甚至要深入山區 而原先舊的後勤車輛 車領老舊需要汰換 希望這台新的災勘車可以成為防災工作的一大利器 為了讓防災宣導與救援勘查工作可以更完善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協助興店消防分隊爭取了一台災情勘查車 9號上午舉行的車輛捐贈儀式 議員廖小青表示分隊負責的轄區服員廣闊 而原先的後勤車輛車領老舊 在設備性能上無法與時俱進 因此特別為地方上爭取了一台災情勘查車 服員遼闊 那也有一些水域方面 所以呢災情勘查車對他們的一個配備上面的需求是 因為我的心看到了這個需求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分配 分配到我們消防隊來 在這場典禮上包括了新北市消防局局長黃德青 新店區長林黃源都特地到場 感謝議員廖小青的支持與幫忙 原來那部再使用的車子已經老舊了 非常感謝議員給力的來整齊 等於是讓我們的黃宣在增添力氣 有了這部車子之後 我想在防火先導跟防災先導各方面應該會做得更好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大隊長蕭立凱指出 防宣分隊主要負責的工作就是進行防災宣導 讓市民能夠了解相關的災防與消防安全知識 而轄區內除了市區更寒刮了偏遠地區 所以現在有了這台災情勘查車 相信對於防災宣導工作將大大有幫助 巷子裡一些獨棟的建築裡面去宣導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重要性 所以需要交通工具來協助我們防宣姐妹到一些 比較寒為人制的地方那些獨棟的獨居老人或弱勢家庭 做關懷跟宣導防火防災的安全 所以有一個交通工具對防火宣導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未來新店防宣分隊就會開著這台車穿梭在大街小巷 讓更多民眾都能夠獲得防災知識與正確觀念 進而從容應對 使得防災工作可以更加落實 每一位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也都能夠獲得保障 記者陳曉旦 張芳琦 新店採訪報導 今年的深坑多福宴在上個禮拜五熱鬧登場 這次再創紀錄 開放訂購後5分多鐘50桌就搶購一空 活動的當天是熱鬧滾滾 14道結合經典與創新的豆腐美食一一上桌 讓民眾在古樸老街上品嘗美食 也享受了懷舊板豆文化的樂趣 一年一度的深坑多福宴日前在老街封街板豆熱鬧開席 新北市長朱立倫特地到場與民眾同歡 他表示多福宴一年比一年還要盛大 今年再度創下紀錄5分多鐘50桌全數搶購一空 代表著深坑美食獲得大家肯定 我們提供的所有的美食大家都很滿意 我們老街能夠越來越旺 也不只是豆腐啦 我們這邊好多 不管是我們的茶花粿 或者是我們很多的美食 或者是很多年輕朋友的新創食品 也都能夠獲得大家的肯定 今年的多福宴以經典創新為主題 推出了14道料理 包含了前菜主菜甜點 全是深坑在地店家及飯店的創新與招牌美食 深坑多福宴好口碑不僅聲名遠播 就連在地居民都搶著定桌 不少民眾都是休就一起來吃飯的 大家都說雖然平常就會到老街吃豆腐 但是想要吃得如此澎湃 就一定要參加多福宴 很棒啊在地的特色 好吃嗎 好吃 其實我是深坑在地我覺得他很讚 所以我來參加了 平時我們吃的大概沒有像這樣子 沒有那麼澎湃 這次像這樣半桌我們是覺得很好 多福多福就是豆腐嘛 那深坑最有名就是豆腐了 那像這一次我們用了14道的深坑的美食 把我們這個商圈整個的一個食物 讓大家知道它的美味在哪裡 所以借著多福宴讓大家有機會來深坑 嘗試這個美食 已經相當有口碑的多福宴 每一年的特色都不一樣 深坑商圈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黃建強就表示 未來希望能在市府經發局的支持下 可以繼續擴大規模 甚至結合公益 讓深坑多福宴更具意義 把規模再擴大 甚至再引進一些新的元素 甚至說跟公益結合 或者是說跟一些創意的發想 一些單位再做一些串聯 讓我們的多福宴可以辦得更多采多姿 更有意義 深坑豆腐遠近馳名 近年來透過了多福宴 將多元美味的豆腐結合古樸老街 再加上傳統版的文化 成功吸引人潮 熱鬧的多福宴 就在一道道的美食飄香之下 圓滿的畫霞句點 多福宴 記者楊邦有著方琪 深坑採訪報導 新北市議員劉哲章 與更新醫院安康院區合作 10月13號將舉辦 控制三高防施制 依其守護保安康的活動 邀請更新醫院醫師與民眾暢談 如何控制三高預防施制 另外當天現場還有血糖 膽固醇篩檢 以及趣味闖關互動遊戲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台灣罹患失智症的人口越來越多 因此新北市議員劉哲章 與更新醫院安康院區合作 10月13號上午將舉辦 控制三高防施制 一起守護保安康 三高篩檢及趣味闖關活動 並且邀請更新醫院安康院區 院長趙嘉倫 及神經理科主任林宜德 與民眾暢談如何控制三高預防施制 平常民眾在醫院看診的時候 其實很難有機會 跟醫師做一些比較深度的討論 我們這次特別安排兩位醫師 用座談的方式來跟大家聊一下 三高以及失智仁仿製 這些目前中老年最熱門的 一些健康的議題 還有我們現場會提供三高的篩檢 是用one touch 就是紮血糖 跟紮血糖固醇的方式 讓民眾現場就可以知道 本身的量測素質 同時我們還有專門的衛教師 來跟大家解釋檢查狀況 趙嘉倫院長提醒三高患者 平常就要做好健康管理與追蹤 才能有效的控制病情 高血壓呢我們就希望民眾 可以在家裡做自我測量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舉例在早上醒過來以後 能夠做一個血壓量測 那如果晚上可以的話 也要做同樣的一個量測 這樣我們就可以自己做很密切的一個追蹤 神經內科黎德醫師則指出 失智症的預防並不難 除了控制三高 他也鼓勵長輩要多與外界互動 並且保持健康的身心 很多年紀長呢 其實都在家裡面待著 其實比較不建議 比較經營還是說多出來就是我們的戶外 包含跟大自然做互動 包含跟我們的人際做互動 讓我們的腦袋可以活絡 增加我們腦部的血液循環這樣子 那第三點還是要維持健康的身心 盡量就是不要有些事情藏在心裡面 更多控制三高與預防失職的方式 歡迎民眾十月十三號參與活動 另外民眾如果要參加血糖及血膽固醇檢測 記得要空腹 記者成品專門奇新店採訪報導 趁著入秋之際 烏來觀光發展協會 推出了烏來好湯旅遊精系列活動 配合著觀光台車副始 內動森林遊樂區復原 規劃了具有身心靈療癒的旅遊行程 並且結合了在地文化 要帶領遊客體驗烏來的多元魅力 精彩的原住民舞蹈 讓記者會現場感受到太陽民族的熱情 由烏來區觀光發展協會主辦的 2018烏來好湯旅遊精系列活動 將在這個週末開跑 今年要帶領遊客再度深入體驗在地文化 尤其配合著觀光台車副始 內動森林遊樂區復原等等 在多元的觀光魅力之下 要讓民眾愛上烏來 我們的台車在去年復始 那內動園區在今年也復原 那我們烏來呢 在就是要從新店進到我們烏來 我們也在今年 最近也施工完成了一個入口意向 我們這次有專人導覽 來介紹烏來的文化 烏來的生態 烏來的美 讓你他看到一死一草一木 都有他的生命力 讓你跟他共鳴 這時候你會愛上烏來 烏來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張明毅表示 這次的系列活動 包括了山城漫遊導覽行程 泰雅市集 手作DIY等等 而在記者會上 導覽老師王秀琴 除了說明兩條路線遊程的特色 還即興來了一段部落鼓搖銀場 在這次的旅遊行程安排中 不只會到烏來必遊景點瀑布勇士廣場 更令人療癒身心靈的就是在內洞園區 會有土納氣功老師張靈川 帶領著遊客用土納深呼吸 享受負離子分多精所帶來的綠健康 走三步吸氣鼻吸哦 然後閉氣兩步 然後吐五步嘴巴吐鼻吐都可以五步 不妨做看三二五 一定保證你身體健康 嚴嚴益義塑 烏來觀光發展協會表示 這次的遊程規劃分為一日遊和二日遊 出團日期從10月13號起連續兩個週末假日 另外還推出了打卡換好禮 以及在烏來店家消費 住宿滿千摸彩的好康 旅遊活動才實現報名 從10月9號起就可以上網登記 歡迎民眾趁著天氣微涼之際 搶先體驗泡湯 和屋來在地的自然生態與人文 記者陳小淡 張芳琦 新北市採訪報導 今天的小小主播體驗區單元 要由新店國小的張宣睿 以及大風國小的林怡凡小朋友 來播報新聞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播張宣睿 為了推廣棒球運動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 今年邀請了大風國小棒球隊的小球員們 一起到新莊棒球場看球賽 除了感受球賽的熱血沸騰 也希望鼓勵小球員們 繼續努力他們的棒球夢 未來成為為國爭光的棒球選手 為了推廣棒球運動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 今年邀請了大風國小棒球隊的小球員們 一起來到了新莊棒球場看球賽 拿起了代表主隊顏色的藍色加油棒 為職棒福棒球隊大聲呐喊加油 議員廖小青表示 台灣非常適合發展棒球運動 也希望這項運動從小扎根 所以這次特別帶著小球員們 一起來感受職業級的比賽 帶小朋友們一起來看看棒球的那種感覺 那也希望呢 我們台灣很適合推動這個棒球運動 跟著啦啦隊的加油歌曲 議員廖小青和大風國小的小球員們 大家都相當的興奮 尤其是看到打者將球擊出 更是忍不住站了起來激動的吶喊熱血無比 很開心 我很興奮 有 大風國小棒球隊總教練廖灿東表示 這次球隊能夠受邀來到球場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感謝廖小青議員長期來對球隊的支持 而透過觀看比賽 可以讓球員了解比賽過程中 可能遇到的各種狀況 對於未來自己去比賽時 在應變上會有所幫助 今天剛好趁著這個機會 因為暑假是我們集訓的期間 所以是小朋友成長最快的一個時段 所以透過比賽的話他們會了解說 真的專業的走位是在什麼時候 應該到他正確的位置 然後透過比賽的話他們可以更了解 在現場看比賽臨場感十足 讓每個人都熱血沸騰 大家扯開了喉嚨大聲的為場上球員加油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也期盼 這群小球員們未來都能夠繼續他們的棒球夢 有朝一日都能夠成為為國爭光的棒球選手 記者楊邦耀出方期 新北市採訪報導 大家好 我是小主播林一帆 許多人一聽到角力 都會以為就是摔來摔去很危險 中正國小角力隊教練鄭凱文就表示 其實角力運動除了訓練體能 同時也要學會保護自己 並且需要敏捷的反應和技巧 所以練角力好處多多 在電子上跑跑跳跳 您知道這群小朋友是在做什麼訓練嗎 他們其實都是中正國小角力隊的選手 踢到了角力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許多人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粗暴 危險 可怕 但您知道嗎 角力是一項歷史相當悠久的競賽運動 在1896年就被列為奧運項目 她和摔角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不能打 不能踢 也不能折關節 需要使用技巧想辦法扳倒對方 角力雖然看起來它是比較man的運動 但是其實它強調的是利於美的發展 那其實是透過技術 對 那還有一些基本上身體的體能 然後協調能力來展現出技巧 中正國小角力隊教練鄭凱文指出 小朋友剛加入角力隊時 最先要建立的觀念就是要如何保護自己 而他都會先以遊戲的方式來訓練孩子的協調性 技術觀念和規則 對於角力也許有人認為只適合男生 其實不然 去年討論度極高的印度電影《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內容就正是女孩們練角力的故事 教練鄭凱文表示角力跟許多運動一樣 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強健體魄 所謂的看起來危險是因為角力所呈現的形式 但這項運動不只要靠力氣 還需要用腦和智慧才能夠贏得比賽 而他在帶隊時更重視孩子的品德培養和常規觀念 所以加入角力隊的孩子不僅變得身體健康 反應靈活 專注度提升 同時更懂得自動自發互助合作 記者 杨邦友 周芳琪 新店財產報導 廣告後要來看的是新聞一點通的單元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是我們家 吃飽飯後大家像死魚一樣無聊 爸爸一直擔心店裡的狀態 阿公覺得無線台轉了整次好無聊 我的網路又慢又卡 玩遊戲一直輸氣死人了 大姐手機訊號不穩 直播常常未斷 二姐跟媽媽吃飽後無聊到發呆 自從我們家裝了一條光纖網路 我的網路用標的 打怪工程掠地不再卡卡 阿公也很有精神的看第四台 爸爸裝了Home Security 就很輕鬆地可以掌握電力的情況 透過高速Wi-Fi的環境 大姐可以開直播賣東西 不怕信號中斷 買Vizio上有無數戲劇電影 二姐就可以追劇看她的歐巴了 媽媽也不用出門逛街 就可以上Momo購物 這時大姐在直播中 看到阿公昏倒了 大家都跑過來關心阿公 爸爸教媽媽緊急按下 Healthcare服務鍵按鈕 並詢問阿公狀況 給量血壓做喜糖檢測 我早是覺得大家都不知道在相忙什麼 因為阿公根本是睡著了 大家好我是深耕區深高里里長李傳政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大新店地方新聞 今天的新聞一點通單元邀請了新北市議員陳永福 來分享他為民服務的成果 從政多年的他對於在地需求相當了解 縱使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只要是地方上有需要他絕對是全力以赴 馬上就來聽聽他是如何幫助清潭國小 討回長期遭佔用的小弟 各位鄉親視察 我是您選擇的新北市議員陳永福 你們在四年前選票支持我 我這段時間不管是早選頂還是早起來 聽到精追精追的意見 請求我們清潭國小 清潭國小運動場的問題 清潭國小這個土地是在民國75年 75年那段時間就是擺給我們台北 那段時間的台北管政府 75年就按國務智安局擺給台北管政府 管理者是一個教育局 就是清潭國小清潭國小 但是75年到2018年 這段時間是萬有的地主 減用 減用 減用收費停車 停車費差不多 總共兩百的停車位 一位停車位差不多兩千塊 兩千塊至三千塊 這段時間 八十也是一載的頂情 在頂處上上年的清潭國小的孝慶 本社有參與到孝慶的活動 加到參與到孝慶的活動 加到現場的清潭國小裡面 中庭辦孝慶活動 清潭國小將近有800多位的學生 集在一個中庭 差不多中庭 八通平的一個中庭 真的是在那種地方 在中庭那麼集的地方 要舉辦孝慶活動 真的是笑不出來 那我也遇到很多老師 還有家長 還有阿公阿嬤 他一再的跟我講說 是一個中庭的議員 我孫和我兒子 今天我們清潭國小辦一個孝慶 還有一個中庭 在辦一個孝慶 正確實在有夠客 中庭八百人 開到一個中庭裡面 正確是 讓我孫和我兒子 對到孝慶的活動 完全沒有味道德 也有很多學生孩子 也在願望說 我們來辦孝慶 開來開去 不像白人的口口 那年好的運動 所以在那時候 學校長 邀請我支持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許下承諾 一定要把校地收回來 讓學生孩子 可以任由那麼好的空間 來穩動 相信 經過等級的打招力 受到黑道德 強迫 有按大陸卡電位回來 他說英俄阿 清潭國秀的一個學校長 聽車的問題 你也差不多 你如果再去 我就做湯回去給你拔拔拔 在那裡這個事情後 我也想說 到底做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 後來想到回來說 既然是對的 就轉心轉心就做 所以說 今天清潭國小的校地 才可以討回 目前已經成為運動場 做得很漂亮 所以說 我們地方的學生孩子 有建立好的活動 運動中心 我們地方的八十 也可以一早 開運動 在這裡 做給大家看 拜託各位 在這裡 拜託各位 支持大家 謝謝 接著來看 博貝奧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卡拉赫拉的小動物陪你一起看電視 現在新用戶申辦數位有限電視 加HD99高畫質套餐 年月年腳想好理二選一 詳情請洽2917 39 39 大新電數位電視200台以後 免費請你試看三天 高畫質套餐 電影套餐 運動套餐 與娛樂套餐 親子套餐 通通免費看 詳情請洽2917 39 39 新北市勞工局即日起到10月31日 舉辦消費感恩集點活動 活動期間 到勞工局輔導的22家 市場按摩小站 與5家優良按摩院 就可以參加集點抵消費 數量有限 對完為止 新北市診所前起樓全面經驗 近6個月宣導後 自9月1日起開罰2000到1萬元 請民眾無比遵守 以免遭罰傷了健康又損了荷包 避免蚊蟲叮咬民眾在外活動時 可穿長袖長褲 裸露處噴胃腹部 許可含底壁脂肪文藝 若出現發燒 頭痛 關節痛 出疹等任意疑似登革熱症狀 請速至本市登革熱快篩合約院所就醫 以上所有的新聞內容都會刊登在大興店有限電視的網站上 歡迎您上網點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方琦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請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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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